大家好,这里我关于MARC3的一个那个运行模式的有些参数的设置的问题进行一个介绍 一般情况下在这个页面里不要去改那个这里面一些那个按钮 不要这样不要去打开,打开的话有一些那个加工的性能的变化 比如说这个横线速切割的这个开关 打开之后它会那个速度会很慢 就是拐弯那个方面的速度很慢 但是它对于某些那个加工可能会有好处 比如说那个激光或者说是等离子切割 另外我们在常规的情况下进行的一个是一个雕刻功能 它都是在常数模式 像那个金屑停止的模式的话 它是适用于那个加工 金加工的话要求的精度很高的情况下 或者是或者是那个物体的那个形状方方正正的 要求加工的边缘都是要很正的话 要进去停止 另外就是在CV模式设置这里 我们做那个像刚才我装载的这个一个牌子 龙排的这样的一个一个方形的就是刀来回扫的这种模式 它有个拐弯 拐弯的时候它那个要是不那个进行那个横竖模式控制的话 它就那个拐弯就会有的多有的少造成边缘不是一个巨型 所以在有的时候啊 我们需要把这个勾打上 打上之后它那个雕刻出来的细节会要好一些 它不会进行拉一些大的圆弧 但你打勾之后你会感觉到这个整个的加工速度会放慢 有的时候那个机器震动也会加剧 这次都是正常的 所以机械震动跟这个相关 这个CV这个勾号相关 另外就是你的机器的电机设置 我们先不把它打勾 再就是电机设置 里面的加速度 这个加速度取速度多少 就是说让它多长时间内加速到这个最大速度 这个加速度小的时候 机器肯定是会运行的平滑慢一些 感觉那个柔和一些 但是有的人性质疾 他总觉得这个加速度怎么这么慢 那你只能把那个加速度加大 并且你要保证你的机器能够承受得了啊 不是所有的机器都能承受到得了高速的加工的 这种情况下 就是说把CV那个勾不勾的情况下 它跑的速度是比较快的 因为它这个是把有一些那个拐弯或者小的细节都被忽裂掉的 进行了一个处理 这里我开始运行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还看不出来 但实际的在有料加工的时候可以更明显的感觉到 这个运行起来应该会连贯一些 这就是你看一下它的那个那个加工速度 刀的移动平均速度 这里的波动 它的最高速度和速度都会高一些 这就是在总理设置里面那个CV那个勾不勾的情况下 现在我停下来切换一下 总理设置 这里把这个勾勾打上 我这里设了个15度 角度要是更小的话 它那个细节会 就是任何小的一些那个角度变化 它都会停止常数模式 切换到那个精确模式相当于 那这里我再返回开始 再进行一个加工 过后看一下它的速度 你看明显看得到啊 它那个G轴台啊 拐弯啊 它速度就比刚才要慢 然后它要注重到每个小的拐弯的时候 它要把那个常数模式进行一个关注 所以这样的话 CV勾 勾上之后 它那个加工的细节会更好一些 也要是那个 像这种排状的话 它边缘肯定是就是一条直线连起来了 还不是说一会儿一会儿多走一点 一会儿少一走一点 多走少走 就是主要是这个CV这个勾号的问题啊 这个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速度啊 加工速度 刚才是可以最高可以达到1000多 现在就打不上去了 速度就放慢了 这明显可以看得到 那另外呢 我们再把这个总理设置里面 常数模式 改为精确停止 或者是你在G代码里加G61是一样的效果 因为G代码里面 我们看一下啊 G64是常数模式 G61是精确停止模式 这里已经有说明 那我们现在切回 切换到了那个精确停止模式 看它的运行情况是什么样的 精确停止的话 走直线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是走向这种小线段的话 明显看得到 它的那个加工速度会算慢的 机器震动也会较大 现在我这个机器小 感受不是很明显 有的大的机器 会感觉明显有震动 还有另外就是 在走一些小线段的洋湖的时候 感觉到不连贯 这就是在精确停止模式 会有怎样的一个表现情况 好了 这种演示我就说到这里 大家注意体会一下 这个总体设置里面 CV模式的设置 一些差别 把它对那个各种情况的对比 你可以自己感受一下 另外就是配合机器的 那个速度加速度 这一块进行一些调整 让你的机器运行的更为平滑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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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